詞曲 李宗盛 黃毓 編曲 濤雲 詞曲 混音 黃毓 編曲 編曲 徐楠 好,我們先開始講第九章 第九章還是講自殘 我們考這樣的禮拜 從上學期 除了第一次考試之後 就開始講資產負債表裡面的 每一個科目的會計處理 大家回憶一下 我們上了前面第幾張 先不講 前面我們先講的是三大報表 損益表 綜合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股東權益變動表 我們沒有去談現金的量表 這三大表就是我們上學期一開始這一本書 也是開中民意先開始幫大家複習的 接下來我們三大報表之後 就是採用到一個所謂的年金跟負利的概念 尤其是財管系這個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在講任何的投資 這個觀念都會帶進來 講完這個部分之後 我們就開始談資產負債表裡面的 資產的每一個科目 所發生的相關交易的會計處理 所以有講到存貨 講到應收帳款 也有講到現金 這三個章節其實跟我們之前出塊裡頭 所講的非常的相似 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是相同的 只有百分之二十是增加了一些 在出塊裡 出塊沒有提到的處理方式跟交易的形態 所以有八十Percent 其實都是在幫大家複習出塊的內容 然後再來就是講到資產 固定資產的部分 固定資產其實新的東西比較多一點點 資產我們說資產 我們來講資產的會計處理的時候 每一個會計科目 我們都探討三到四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這個交易發生 是什麼樣的情況的交易 產生這樣的會計科目 所以第一個交易發生的情形 是什麼樣的交易可以產生這樣的會計科目 我同時要怎麼樣去決定他的入帳金額 所以第一個就是交易發生的科目的決定 以及成本的決定 然後第二個階段就是這個科目 他不是這個資產進來以後就不變的 他一定會有一些異動 那什麼情況之下會產生他的異動 那其實如果講存貨呢? 存貨來講呢?就是你賣掉了 他就異動了嗎?好 然後這個運收帳款呢?你會有什麼樣的異動? 就產生了收限或者是收不回來 這也是產生運收帳款的異動 好,那第三個階段呢?就是要講期末的評價 好,因為期末我們要編表 那在國際會計準則的規範之下 所有的科目當你在編表的時候 都要重新去什麼?去審視 也就是說要去評價 要做期末評價 好,那期末評價 根據不同的會計科目 國際會計準則有不同的規定 好,比如說 運收帳款 我期末的評價是採取什麼? 被迪法 好,期末要根據運收帳款 可能收不回來的金額去承認被迪快帳 承認快帳費用 好,存貨我期末要做什麼事情? 但要去評估我存貨有沒有疊價損失 好,所以我要做什麼? 成本與淨變現價值 數低法評價 好,所以這是我期末在編表的時候要做的事情 那資產也是一樣固定資產 好,我買這個資產的時候 我取得這個資產的時候 第一個,我要先決定他入帳的科目 好,那譬如說我買房屋加土地 通常我們買房子的時候都是講房 房地產 好,可是我們入帳的時候 必須把房屋跟土地分開入帳 好,所以是因為房屋是一個折就性資產 土地是不折就的 不提折就的 所以我們要分開 所以必須用兩個科目入帳 那入帳的金額怎麼決定? 好,這是固定資產的部分 好,一開始取得這個資產 我要用什麼科目入帳? 然後金額怎麼決定? 入帳成本 好,到達成本原則就可以拿出來評估了 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好,所以呢 這是第一個固定資產 我的第一個步驟 也就是說一開始 第一階段要做的會計處理 就是我怎麼樣去決定我的科目 以及我決定入帳的成本 那第二個固定資產 持有期間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但會產生了一些所謂的例行性的維修 跟不是經常性的維修 那不是經常性的維修 我們叫做資本支出 那如果是例行性的維修 我們叫做收益支出 那收益支出就是把它當作費用 所以持有這個資產當中 我們自己擁有這個資產之後 它就固定在那裡了 它金額就固定在那裡 不是的 因為你的使用裡頭 可能會有一些必須不得不的維修 那這些維修的效果 有時候是什麼? 經常性的 譬如說大家騎機車 騎了幾? 一千公里嗎? 是不是要換機油? 好,這是例行性的 那如果不是例行性的呢? 我們叫做 因為你的維修可以增加這個資產的使用效率 或者是延長它的使用壽命 那這種我們叫做資本支出 那這個資本支出 我們根據它的發生的效果 來決定我的入障科目怎麼決定 好,這是我們在第八章 第七章、第八章有提到的 好,然後再來呢? 第三個階段 一樣是期末的問題了 第三個階段呢? 期末固定資產 期末要做什麼事情? 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什麼? 成本分攤、提列折舊 好,那這個除了土地之外 所有的資產都是什麼? 都必須提列折舊 因為它不會什麼? 永久不變的 好,所以第一個 期末要做的事情有兩個 一個就是成本分攤、提列折舊 那第二個呢? 因為這個資產 雖然折舊是我們成本分攤 但是事實上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國際會計準則特別強調 公允價值的表達 所以對於附訂資產 我們要用什麼? 公允價值去衡量 評估它的價值 有沒有發生減損 所以我們要做減損測試 如果有發生減損 那我就要承認減損損失 記得嗎? 這個部分其實在初塊也有提到 但是初塊裡面可能告訴你說 發生減損你要承認減損損失 就這樣而已 但是沒有告訴你後續可能發生的事情 如果減損發生了 然後又發生價值回升的時候 該怎麼做? 那甚至固定資產 我們有可能會做資產重估 那重估價的話 在發生減損的情形之下 該怎麼處理? 這是在我們的中塊裡面才有提到的 所以就固定資產的部分 相較於初塊 我們可能多得增加了30%到40% 新的東西進來 這是我們上學期所講的 所以第四個階段 就是固定資產的第四個階段 可能資產我們還沒有到 使用年限期滿 我就打算把它換掉了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我這個資產我買錢的時候 我打算用10年 我用了兩年 我準備要把它丟掉了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這是你的自由意志啊 好 反正你有錢嘛 你愛怎麼怕誰也不會管你 好 所以當你這個期限還沒有滿的資產 你要把它處分的時候 要怎麼去做會計處理? 這是第四個階段 好 所以我們上學期所談的固定資產的部分 就談了這四個階段 那固定資產之外 好 我們其實整個資產可以分成流動跟非流動 好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了很多 屬於是流動的 有三大類 好 有現金 有運收帳款 有存貨 那非流動的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了 好 就是什麼? 固定資產 好 這是我們習慣性的用的名詞 那如果說 國際快遞準則呢 他把它分類為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好 他的分類 你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商事會公司的 正式的產物報表 他的非流動資產 他有一個分類 就是什麼?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固定資產只是我們 以前習慣性的用詞而已 好 所以固定資產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這種所謂的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地耗性資產 就是天然資源 天然資源也算是固定資產的一種 天然資源就是 比如說是煤 生靈 鐵 這種 都算是天然資源 那天然資源的會計處理 跟固定資產 就是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的會計處理很接近 只是呢 他比他發生的交易還要單純一些 好 所以你如果搞得清楚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的會計處理 那天然資源當然就毫無疑問了 他也是一樣類似的 那我們再來談今天要談的第九章的 無形資產 他也是屬於非流動資產的一項 無形資產呢 其實他的會計處理 跟前面的這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非常的相似 因為他有分成四個階段 一開始取得這個資產 我入帳的科目 我決定的金額 第三個 第二個 在無形資產持有這個當中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無形資產持有當中 他可能不會像固定資產一樣 你還去維修去免費 沒有 他其實沒有維修的問題 那固定資產 無形資產最容易發生的是什麼 就是最容易最發生的 就是發生像人家跟人家訴訟 比如說專利權 這個高科技公司不是每天 三星打蘋果 蘋果打HTC HTC又打三星之類的 就是彼此的訴訟都是什麼 打來打去的 打官司 不是真的打架 是打官司 那這種打官司的話 會訴訟的費用 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支出 因為你發現這個訴訟 並不會因為你勝訴了 而導致你這個無形資產 具有更高的使用價值 不會 你只是讓他能夠正常的去 繼續去擁有他的一個專利而已 所以當你發生訴訟的 所有的發生的支出 都是把它當作當期的費用 所以無形資產 他所發生的交易事項 跟固定資產很相似 只是他發生的狀況比較單純 所以一樣第一個階段 我取得這無形資產的時候 入贓了成本的決定 他的科目的決定 第二個 取得這無形資產當中 會發生的 絕大部分都是把它當作是費用 不會有所謂的資本支出的產生 那第三個 無形資產 當然期末在編表的時候 也要做什麼 也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什麼 貪銷 因為無形資產 他不是永遠都具有永遠的價值的 所以他已經因為時間的經過 或者是法律的保固的過期了 所以他的價值會慢慢的減損 他也要做成本的分攤 只是他用的科目叫做貪銷費用 那期末除了貪銷費用的計算 提案之外 他還有一個也要做減損測試 也就是說 他現在的帳面價值是不是大於 他未來只能提供的經濟效益 如果有 就表示他發生的減損損失 那第四個階段 無形資產可能發生的就是什麼 把它賣掉 不過基本上 無形資產通常賣掉的時候 價值都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通常 無形資產他貪銷的時候 剛剛漏掉講一個 無形資產當你在計算貪銷費用 跟我們前面講 折舊折號費用很像 只是無形資產他的貪銷費用的計算 我們大部分採取直線法 也就是說我估計他還可以有多少的經濟年限 然後我的成本減掉殘值 只是無形資產的殘值如果沒有特別的話 原則上我們都把無形資產的殘值歸為0 所以等於無形資產的貪銷費用的計算 就是他的成本去除他的經濟年限 大概就是無形資產四個階段 好 那這個大漢模式是跟前面是很相似呢 但是無形資產呢 很有趣的是因為在我們現在的 無形資產的種類 增加了很多的型態發生 所以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一樣這是一樣相同的概念 就是說無形資產 我還沒帶大家進入課本 原因是我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現在談這個東西跟前面所談的 他的流程是一樣的 一開始取得這個資產的時候 我的科目 我的金額的決定 然後第二個階段 這部分就比較不複雜了 因為發生無形資產當中發生一些支出 我是把他當作是費用 好 第三個他請我要做攤銷費用 也很簡單 就是成本除掉他的耐用年限或經濟年限 然後在減損測試的部分 也很單純 就是他未來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 是否小於這個目前的帳面價值 如果是 你就發生減損失 那他大部分的減損其實是一去不復返的 很少說我發生的減損過了多少年 或者是若干時事之後 他就價值回升了 在無形資產裡頭 滿少發生這種情形的 所以他如果發生減損的話 可能就是一去不復返的 好 那這是他的無形資產 我說這個他的流程是這樣子 那我帶大家開始看課本裡面所講的 他其實還是要維持這四個步驟 只是這四個步驟裡面 在無形資產 比較大的部分是在第一個步驟 也就是說比較多的討論 或者是比較值得花很多時間去探討的 反而是第一個階段就是 我取的這個資產的入障成本 跟科目的決定 這是比較大的討論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現在在第八百的430頁 好 430頁裡頭 先談一下什麼叫做無形資產 好 當然第一個他一定要是什麼 既然叫做無形資產 他一定要能夠提供經濟效益 好 這是無庸置疑的 那只是他是無形 既然叫做無形他就是沒有實體 好 然後再來呢 他是他的經濟效益一定要 要為企業所能夠控制啊 能夠流入企業且為企業所控制 他才能夠叫做是他的資產嘛 好 然後再來呢 他認定的條件 這是大概所有資產認定的條件 都一樣的 在431頁 他產生的經濟效益 好 一定未來可以流入企業 而且為了產生這個效益 一定會發生相關的成本 那你這個成本是可以衡量的 好 這個是一定是這個 不管無形資產也好或其他的資產也好 都有提到他這兩個基本的條件 那無形資產我怎麼去分類 那這邊課本上舉了幾種的型態啦 比如說他可以根據他的取得的方式 好 那我就根據課本所講的 來帶大家看一下 那取得的方式呢 如果單獨取得的無形資產 好 還有呢 因為企業合併而取得的無形資產 還有因為政府補助而取得的無形資產 還有呢 是資產交換所取得的 以及內部所產生的無形資產 那這五種裡面 第一種單獨取得的無形資產比較簡單 好 比如說我去跟人家買了專利 那我付了多少錢就是 就是我的入賬成本啊 好 那第二個呢 因為合併而取得的無形資產 大致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是可辨識的無形資產 什麼叫做可辨識無形資產呢 好 比如說這個被合併的企業 他如果有正在研發某個特別的產品或技術 或者是製成 好 那這個資產呢 其實因為在合併當時候 還沒有成 還沒有形成氣候 也就是說他還沒有具有這個 所謂的商業價值 好 也就是說他已經投入了 可是還沒有完全的成形 他還不具有非常肯定的商業價值 那這個時候我們當然就不能承認為資產 但是就這個被合併公司 他當下沒有承認資產 但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其實就叫做什麼 研發費用 好 也就是說呢 在被合併公司呢 他如果他當時候有發生了 所謂的研發費用的話 好 有研發 研究跟發展研發 就是R&D啦 研究發展支出 好 在早期呢 在之前 我們的會計準則 對於研發 R&D 都把它視為期間費用 好 也就是說當一個企業正在發展這個 特有的這個所謂的技術啦 或者是製程或新產品的時候 在他還沒有真正形成商業價值之前 所有的投入所發生的成本支出 通通叫做研發費用 那既然叫做研發費用 他就是什麼 把它當作是一個這個當期的費用 沒有把它資本化 也就是說他不認列為一個資產 好 但是呢 因為研發 我剛剛也談了一下 就是說當被合併公司 他已經投入了某一筆可觀的資金 去做這個研發了 那這個製程或新產品或新技術 已經是好像是只缺臨門一角了 那你現在被合併的時候 這個東西因為在我們的會計準則裡頭 是不被認列的為資產科目的 那這個合併公司把他吃下來之後呢 他說不定只有什麼 一個月之後他就變成是 把他開發完成了 那這樣他是不是有點 對於被合併公司而言 是不是有些不公平 因為他前面花了很多錢啊 所以我們這邊就談到的合併就是 如果和公司企業之間的合併 那因為這合併裡面有一些 正在發展中的資產 無形資產 正在發展中的一些無形資產呢 我們是可以把它認列進來的 好 那我們叫做發展中具無形資產 好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把研究跟發展分為兩個 尤其是在被合併 所以在被合併的時候 好 研究當一個新的產品 新的技術或新的製程 它是在研究階段的時候 所有的研究支出都算是備用 不能把它資本化 就是不能把它認列為資產 那但是呢 它如果到了一個發展階段 好 研究了之後發現它是可行的 然後開始譬如說好了 我常會想這個安全氣囊 汽車的安全氣囊 我想對汽車的這個安全性的發展 是應該是一個 應該是劃時代的一個進步 所以當時候可能啊 我自己都在採那個 大概十幾年前 二十年前 我也是看到那個discovery在講那個 譬如說安全氣囊的一個設計 那怎麼去產生這樣一個想法的 那當時候就是講說 這個汽車公司呢 為了要提高汽車的安全性 所以呢可能 譬如說好了福特公司好了 他們呢 這個有研發部門 那研發部門呢 就有這個主管 就召集各個研發的人員 好 你們大家一開始去規劃我們未來 要怎麼去提高汽車的安全性 也就是說假設他研發部門把汽車的安全 規劃 列為他們公司未來發展的一個重點 好 那各個研究人員呢 就開始去想 我怎麼讓我的車子提高他的安全的係數 好 也許有的人就提高 這個想法就是說 我把車子 他的鋼板加重 這加厚 然後或者是說呢 我的車子呢 的玻璃 好 是把它弄成什麼 強化玻璃啦 或者是防彈玻璃之類的 好 那夠強了吧 好 那等等很多的人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想法 那這個階段都還在叫研究 因為我們研究 怎麼去找到提高汽車安全的方式 好 所以他在研究 那等到了每個人提的共享 都提出來之後 大家就去審視 審視了發現 其實如果能夠做一個所謂的安全氣囊 當車子發生碰撞的時候 他自然都彈高有點像 什麼 這個電子之類的功能的 那是不是可以 第一個 因為不會增加汽車的重量 因為如果你鋼板加厚 那車子就變重了 車子變重了 就比較好油啊 好 所以在能源缺乏的時代裡頭 這應該是不可行的 所以整個每個人提出來一個安全的一個想法之後呢 也許他們就找到一個方式覺得去發展安全氣囊 是一個可行的 好 那就開始 我怎麼樣去發展安全氣囊 它的材質 好 它的位置 棒的位置 那什麼樣的碰撞的速度 或者是撞擊力道呢 它就要彈開 好等等的 所以它就進入了所謂的發展階段 好 發展出這個安全氣囊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在我們的國際會計準則 在目前的會計準則裡面 就把研究階段的支出 就視為備用 發展階段的支出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無形資產 所以當企業合併 對於被合併公司已經開始進行研發的東西 而且尤其已經到達發展階段的這個支出 我們可以承認為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好 也就是說我們這邊可以把它單獨承入 承認出來一個發展中的無形資產 好 那這個就是 其實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呢 某個程度來講 發展中的無形資產也是可以的 好 那這是我們看到的這個問題 那這邊但企業合併所取得的無形資產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 好還有呢 因為企業跟我想最近企業跟企業合併 如果大家記得可以去注意看一下 去年前應該前年吧 前年的宏基 前年的宏基他們的財報很難看 為什麼 因為他們同時就是 當然當年這個1020年度的時候 就把他們之前合併其他企業所產生的商譽打消掉 所以打消了好幾百億的樣子 所以在當年度的財報 EPS是滿難看的 好 那這個 所以這邊就談到什麼 在我們第二種的企業合併之間 企業因為合併而產生的無形資產 另外一個就是商譽 好 那商譽是指什麼 商譽一定是公司跟公司合併而產生的 第一個概念 商譽是指公司跟公司合併而產生的 那這個商譽的產生 商譽的怎麼承認呢 就是你的移轉對價 合併公司所支付的代價 我們現在呢 用一個比較 不是常見到的名詞 以前我們叫做什麼 支出的取得成本 某個程度你把它想成 就是合併公司呢 為了取得被合併公司而付出的成本 叫做取得成本 取得被合併公司的成本 叫做取得成本 但是因為呢 現在國際會計準則 他用一個比較少 大家不是那麼習慣的名詞 叫做移轉對價 也就是說 我為了取得這個被合併公司 我移轉了什麼 我的對價是什麼 對價關係 對價的成本是什麼 去減掉被合併公司 被合併企業好了 可辨識淨資產 供應價值 好 這裡呢 有幾個名詞 就是大家要去注意到的 好 被合併那邊有問題啦 什麼叫做可辨識 什麼是淨資產 好 供應價值 供應價值也比較簡單 就是所謂的fair value 好 什麼叫做可辨識 在我們可辨識 所有的無形資產 除了商譽之外 都是可辨識的無形資產 都是可辨識的資產 像我們前面談的所有的資產 都是可辨識的 好 也就是說 所有的可辨識是可以單獨分離出來的 好 這叫可辨識 好 可以單獨辨識出來 那什麼 那所有的資產裡面只有一個 是不可辨識 就是商譽 好 他的價值 這個企業的所有的價值 資產減掉負債 什麼叫做淨資產 就是資產減掉負債 好 淨資產的意思就是資產減掉負債 某個程度也叫做淨值 只是我們現在習慣叫做淨資產 好 那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就是這個企業 怎麼算出來 他就是他的價值 淨資產的價值就100億 我為什麼願意花120億 好 多出這20億 其實是很難去跟他說得很明白的 所以說因為我覺得 像我記得當時候大明國八十三四年的時候 台積電 他去併調的世界先進的時候 那時候的那個 他的合併的價格高於市場的預期 然後大家都會認為說那台積電是買貴了 但是當中謀呢 他有他的想法 因為他說 因為他要想立即去開發 那是 那時候還不是到還沒到賣米 叫做幾寸晶圓 那所以他說 他要利用世界先進現有的一個 這個機器設備 他可以馬上開始投入他的 這個是可以去試這個試產他的 譬如說是十寸晶圓好了 我忘記那是幾寸晶圓 所以他是希望能夠用他的 現有的一個產能或者是機器設備 能夠開始進行他的一個新的研發的工作 所以他認為我值得這樣花錢 因為我要搶先機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什麼 那你就沒辦法講說 因為我要搶到這個機會 趕快去投入新的產品的研發 所以這種叫做不可辨識 所以相遇叫做不可辨識的無形資產 所有的資產包括有形跟無形 除了商譽之外都是可辨識的 好 那換你一次呢 對貝核併公司呢 他的價值 基本上我不會去管他原來帳面價值有多少 而是我把他所有的東西拿出來去看 所有的資產負擔拿出來評估 依公元價值來評估 所以我不會去管他原來帳上承認的金額是多少 所以我在評估的時候 完全是以他的公元價值來判斷 好 所以我說了企業內部的帳策 記帳是企業自己內部的事情 外面的人看到的是這個資產 他的公元價值 好 所以待會我們也會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也會讓大家看一下第三種 應該什麼 我要從第四個資產交換取得的資產來解釋 尤其是這個公司內部自己的帳策上記載的東西 只是供內部自己去做參考而已 不足為外人道也 好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 謝謝 感谢观看